4月28号,在越南考察的曹某某五人经平祥友谊关口岸回国,入关时陆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因此,广西平祥边境一线防疫形势陡然紧张。 近日,记者前往边境探访。 广西平祥市友谊镇爱口村弄卡屯的潘云春是边境封控点的职守人员。 他告诉记者,当他了解到有五名在平祥口岸入境的旅客被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后,就主动报名参加了边境疫情封控点的职守。 职守虽然很辛苦,但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感觉很值得。 在海拔两百多米的山上职守,最大的问题就是蚊虫多。 潘云春为此准备了驱蚊药和蚊香。 同时,为了守好风控点,潘云春和其他五名同伴一起,自费买了煤气、大米和菜,自己在山上煮饭菜,解决吃饭问题。 边民马智辉也是边境疫情封控点的职守人员。 他与潘云春职守的封控点相距大约五百米。 在马智辉职守的封控点下面是一个越南村庄,他在这个村庄里还有亲戚。 疫情之前,家人和越南亲戚有来有往。 后来这两年有了疫情,都没有来往的。 要是他看到人家过来,我就肯定叫他回去,你不要过来了。 因为你过来都已经犯法了,你有没有证,疫情单感,我们也不敢过去,他也不敢过来。 马智辉告诉记者,虽然边境安装了铁丝网,但也怕偷渡人员冒险翻越铁丝网,偷越国境,所以一点都不敢大意。 一天24小时轮流职守,每个班次是8个小时,时间到了就会有人来换班。 马智辉称,虽然职守很辛苦,但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据平祥市官方提供的信息显示,为之劳之密防范疫情境外输入的防控网络,该是组织了数百名边民,对全市53个封控点进行全天候值守,牢牢守住边境地区三道防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